顾曰 狗不智德 智道不凝眼 这个不就是没有啊 因此说 这叫顾曰 因此说 狗是假如 假如你没有这个智德 那么那个智道也不会凝成 凝结就是形成 智德指你的修养 智道是指具体处理问题的办法 如果你没有那个德的修养 那么那个办法也不会生成 说你遇到问题 为啥你想不出招来 人别人能想出来 主要是修养 修养的差距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狗不智德 智道不凝眼 就是假如你没有那个绝对的德 智是达到极致 达到一个至高境界嘛 假如你没有那个至高境界的道德修养 那么你也不会凝结形成那种 达到极致的方法和途径 所谓达到极致就这个事处理的非常完美 那么换一句话说呢 你要想在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把你的事情都处理的非常完美 那首先你要追求你的修养达到完美 我们引申一下 他说的意思也就是你修到什么程度 你处理问题就能完美到什么程度 你修行有什么境界 处理问题就能达到什么境界 不修那处理问题就会稀烂 就这么个道理 我啥没修过 没修过那你人生就是个稀弄 就只能是这样 说我修一分 那处理问题就能有一分 修五分 处理问题就能干到五分 你修八分 那你那事就八九不离十了 故君子尊德性而导学问 导问学 这个导还是途径 因此君子尊是尊重是重视 所以说君子尊重重视道德品性的修养 而且是以这个学问 问学就是求学 而且是以求学为途径 他说这个君子的修养说的非常明确 首先是重视德性的修养 那么怎么去做呢 以什么为途径 以求学为途径 你不学习 你不知道咋修 首先得学 那这叫尊德性而道问学 君子是重视德品德本性的修养 君子重视的是品德和本性的修养 并且以求学作为途径 作为加强修养的方法 求学是加强修养的正道 至广大而尽精威 他要达到一个修养的广和大 而且要达到修养的精和威 极高明到中庸 要达到一个极是达到极致 要达到那种终极的高明的状态 而他的方法 他的途径就是中庸 中庸就是日用平常 在日常生活里边一点一滴都守着一个中 这么去修养之后 积累 这个道中庸就是这就是你的方法论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你守着这个中字 这就是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你最后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高和明的境界 你也就能达到广大精威 谈层次境界非常广大 谈到对具体事情的分析非常精细微妙 一个谈的是大的方面 一个谈的小的方面 你的境界广大 看问题精威 精细入微 温固而知心 这个现在是成语啊 不用解释了 敦厚以重礼 敦就是加厚 敦厚就是加厚 要使自己的修养 变得越来越厚重 那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要推崇礼 推崇礼啊 才能使自己的修养越来越厚重 你复习以前学过的 你才能够知道新的东西 你要尊重这个礼 推崇这个礼 你才能使自己修养变得越来越厚重 为什么要强调礼 强调礼貌 是为了使自己为人处事变得越来越厚重 越来越有内涵 有人说哎呀我这人是好人 我就是为人处事操一点 那你修养就上不去了 你说我我我没别的毛病 我就不拘小节 那细节方面我不用注意 我大方向拔住就得了吧 那你修养就上不去了啊 这叫敦厚以崇礼 需要推崇礼 把上面说的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都去在生活当中落实 然后你这个修养才能变得越来越厚重 然后你才能达到至广大而尽精威 所以他的入手处还是得日用平常 还是得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做起 把这些小的方面都做到礼仪 然后你这个修养才能上去啊 所以这个修养能不能提高取决于小事而不是大事 事故居上不交为下不备 因此能做到上面这些啊 才能达到一个必须的效果 也是一个应有的状态 就是居上你在上位的时候不骄傲 当你是人上人的时候 你是领导的时候 你成就比别人高的时候不骄傲 为下不备 当你在人下的时候 你事业上不如人的时候 你是被领导者的时候 能够做到不备 这个备是通假字 就通这个备 备叹 违背 这是君子修养应该达到的一个境界和状态 当你成功了 居上位了 不骄 不傲 不慢 你没成功 没有机遇 你一直处在下位的时候 也不备 不备 不备离 自己的人生原则 不备离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 也不备离社会道德 国有道 七言足以兴 国无道 七末足以荣 这也是修行要达到的境界 国家有道的时候 国家是这个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 政治昌明的时候 七言足以兴 他的言论足以使他兴起 就是使他能有成就 他说出来的话 在国家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时候 他的言谈就足以让他兴起 让他成为居上位的 能够成功 那国无道呢 政治不清明的时候 是混乱的乱世呢 七末足以荣 他的那种沉默 这个君子的那种沉默 他不说话了 乱世 不能瞎说 他的沉默足以让他有容身之处 言外之意呢 你说不说话 得看好形式 形式好的时候 说 并且要通过说 并且要通过说 使自己走向成功 居上位 形式不好的时候 别说了 容易惹事 这个时候靠沉默 能够使自己有一个容身之处 不至于把自己变成别人打压的对象 让人坑了 让人整了 把自己整倒霉了 这叫七末足以荣 他的那种沉默足以让他有一个容身之处 所以君子这种中庸的修养 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 不管外在的形势好还是不好 我都能最低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最次我能过我的小日子 这是外在环境不好 那我没办法 我改变不了大环境 但改变不了这种不恶劣的大环境的情况下 我也能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七末足以荣 如果大环境非常好的话 那我就能够出来表现一下 然后我能够事业有成 走向辉煌灿烂 这才是君子休养要达到的境界 然后他引一句诗歌 事业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即是已经 他已经做到了明明了明白通透 并且他是哲非常英明 这样就能保住保全他的自身 后来明哲保身变成一个成语了 但是明哲保身这成语在今天好像 好像是贬义是吧 但最初他不是在中庸里面这不是贬义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你能够通过修行达到明达到哲 明是你能明白通透看明白这个事儿 哲你还英明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既能看明白又能做明白 这样你就能保保全你自己 使你自己能混明白 这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此之谓语 说诗经上说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恐怕说的就是这个状态了吧 这叫其此之谓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